回到現場來關心事進口 但正義持續在延收 現在雙北 基隆 桃園 還有臺中市府都下令 蒼園團膳全面禁用一彈 青菜玉米 貢丸排骨 一大道裝進餐桶等待出餐 一大早團膳業者手沒停過 只為給學生一頓品質保證的營養午餐 不過卻不見蛋料理 今天就帶你來到這個團膳業者 可以看到了 其實現在看到的餐點 已經看不到任何的雞蛋的相關的料理了 原因就是部分廠商將進口蛋加工成液蛋 卻標示為臺灣製賣給餐飲業者 甚至不小心變成營養午餐 讓學生吃下肚 在液蛋產地還無法完全掌握之下 北北基陶及臺中市府下令校園團善 全面禁用液蛋 業者只能自行應應 液蛋是比較貴的 殼蛋其實相對的是便宜的 全面禁用液蛋 他不可能在自己打蛋的情況下 我們用其他優質的蛋白質做替代 比如說像豆腐類的這個黃豆類的製品 或者是說是像這個像雞肉啦 選擇直接舍棄蛋料理 原因就是液蛋品質其實相對穩定 反觀手打蛋不只時間消耗容易導致雞蛋變質 還可能增加病進接觸風險 然而除了營養午餐之外 也有食品大廠受到影響 義美證實在八月中缺蛋時 曾向續產會購買六批進口雞蛋 製成條裝蛋糕商品 但強調都有經過合格景點 索新當前進口蛋並未持出狀況 只判清楚標示原料來源 將選擇權留給消費者 記者主角 吳正宇 新北 纔布朗